那通过昨天晚上的比赛 我们也可以发现 局势不光是陈信彤 包括这个生交打法的张瑞 最近的这个 给人感觉就是明显的掌球了 尤其是张瑞 一直以来呢 都是在模仿伊藤美城的打法 和主力练的很多 比赛也打得很多 昨天的整个和孙女沙的过程 比赛过程当中 确实打得非常好 感觉整个人的实力 会变得更加的厚实 那么中国队呢 为了给陈信彤和张瑞 两位非主力运动员一些鼓励 如果今天晚上的比赛 他们能够再次的战胜 我们奥运的主力选手 这将为他们在之后 WTT大满贯赛事当中 获取资格会大打地加分 所以这也是对两名非主力选手 在成绩上的一个激励 好 今天晚上第一场比赛 较量马上开始 有画面上方的陈信彤率先发球 其实对于陈猛来说 他现在无论是技术能力 战术能力 包括身体的能力 这个心理上的准备 都已经是到了一个最佳的状态 可能如果在赛场上 输球的话 唯一的原因就是出现在资深状态上 包括昨天和陈信彤的比赛当中 陈猛的这个进入比赛 确实要慢一些 感觉始终没有进去有一点游离 漂亮 但是在今天上午和何卓嘉的比赛当中 我们就会发现陈猛的精神面貌 明显还是要比昨天晚上好了很多 所以看看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再次地面对失利 陈猛将会怎么去调整 好 漂亮 漂亮 先是变中路 紧接着呢是反手变直线 接罚球直接抢攻 这球陈信彤发的稍微有点长 陈猛这边的场外指导是 中国女队主教练李笋 那毛号英热身赛啊其实 其实是在我们封闭集训最后阶段 最后的一次模拟考试 本身呢就是为了去发现 我们主力运动员 在备战当中出现的问题 并且呢找到解决的方法 所以今天晚上安排陈猛和陈敬彤 再打一场 孙颖沙和张瑞再打一场 包括马龙今天晚上呢 将要来迎战2000年的小将袁立层 也是去年年底在平朝当中 马龙曾经输给的对手 这样的比赛去打一些自己不好打的 甚至输过的对手 对于主力运动员来说 这种锻炼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控制之后抢上手 四个 五个 四个 两个人耐心地对住 多排相持 陈信东反手主动发力 好球 中方转换 两个人今天第一局一上来 基本上没有任何试探的过程 一上来回合数就很多 陈信东和陈梦的打法 还是有相似之处 都是属于这种打实力球 打多板数 打攻防的选手 陈信东本身正反手 也比较的均衡 他也和孙影沙王曼玉 曾经一起是被誉为 中国女拼的新三驾马车 陈梦又是一个主动的变化 给到中路之后 再次的反手抽直线 今天一开局 已经两次用这个战术了 说明今天对于这场比赛 陈梦准备的还是很充分 一上来调动也比较积极 陈信东同样也想打这个战术 很可惜反手下网了 五比七 五比七 很赚 四 四 陈信东追回一分 控制台内球拉下来之后 三到中路 漂亮 比 十六 打一个发球抢弓 从今天第一局的表现来看 所以昨天陈梦的这种场上的专注度明显地提升 包括一上来自己呢 战术也打得比较积极主动 包括打一些前三板 还有相持当中主动变现 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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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这球没有变上 但是也说明今天 这个相持当中变正手 是陈梦今天一上来 要主动去执行的一个战术 8比9 陈兴桐还落后一分 漂亮 3 2 陈兴桐的台内球控制的 也是相当细腻 突然地劈长 劈出了机会反手啊 直接扫一板半高球 3 2 这样陈兴桐追到了9比9 今天开场之后的第一局 依旧给陈梦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主动侧身 还是打相持 有一点着急啊 陈兴桐想要变现 两个人今天呢 都是想要在相持当中 从对手的正手围 从这条直线上去突破 就看今天谁能够先打出来 先变出来 陈梦的局点 就看起来 很 哦 这个接发球 其实想法非常好 想要直接接一个陈信彤 正手大角度 还是出现了失误 让陈信彤拿到第一局局点 稍微有点虚了 12比10 陈信彤在第一局的局末阶段 是实现了逆转 拿下了第一局比赛 对啊 其实整个节奏都在你这边 整个节奏是女朋友 打起来都是女朋友 太小心了 而且太着急 打包箱都没什么办法 对 这么小心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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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就是有一个球 想打了想变线的时候输一个 这也没关系 这也没关系 你现在接发球 还有一个球 发的那一球 不要让他跳 对 有时平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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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旋转 那些人多得也都可以 逆旋转多得也都可以 逆旋转多得也完之后 顶了一个就是 完整你自己发球 发的 还得远一点一点 后来发的有点大的 后来发的那些 发的有点大的 超越软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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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发开一点 其实里面有很多很多 进步的体育 好想念 好 叮紧 叮紧 可以 可以 陈兴彤的场外教练 是马俊峰指导 其实在平时的训练当中 陈梦对自己的要求 非常地严格 而且无论是从平时的 这种技术上的训练 有求训练 还是身体训练 他的量都是非常大的 包括在平时这种 队内的练球和 队内比赛当中 他现在也会主动地 去跟很多男选手去练习 而且呢 其实常常 这一队的 一些比较年轻的男运动员 陈梦都是可以赢的 上方的第二局 打到这种上选球啊 多半的相持打百速 陈梦应该是充分相信自己的实力 李隼指导呢也曾经评价 现在这个时期的陈梦 其实有点像张英明和李小霞的一个结合 既有张英明这种防守的作势 又有李小霞进攻时候单板的质量 陈兴同换到右半台来发 这样主要是破对方摆正手短 还是打掉压左 率先地变到陈兴同的正手位 再压回反手 反手上手 站在右半台发球 有的时候也是为了便于运动员下一半 反手的起板 站在中间可以两面进攻 好 漂亮 还是左搬台的相持当中 陈梦率先捕捉到了机会 先是给中路 紧接着又是突然变正手搭脚 第二局的开局 陈梦把握了主动 陈梦这边也是加强自己第一版 反手上手的质量 二 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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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没有发过去 五 三 5比3 5比3 5 5 5 3 哇 这个长球啊 陈一同揭发球 直接擦边了 5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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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5 5比5 这几分场上的这个节奏 稍微 不太流畅 而且有一点慢 裁判也是口头上一直在提醒 加快比赛节奏 5比5 还是辩证手掉腰左 再给中路 现在相持打起来 还是陈梦比较的主动 都是他主动地去调动对手 他就抢攻 陈一盟也是同样想打相同的战术 主动地去变陈梦 陈梦这边实力还是很厚 跑动当中这种调动的情况下 回球还是保持比较高的质量 7比5 今天对于陈兴桐来说 打这种百速打实力球 可能并不是占上风 想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3比5 Somehow 1 3 1 2 4 4 7 21 4 7 领先的优势5比9 漂亮 陈欣彤的反手 有一板这种加厉的爆甩 甩上的话质量是很高的 看上去有一点不讲理的打法 昨天的比赛当中 有两次这种反手一板爆甩 给我们还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点擦网再打回来 还是两个人反手相持 漂亮 相当的流畅 这也是陈信彤的实力 其实除了现在的几大主力之外 陈信彤应该无论是个人能力 还是这种对外的成绩 以及大赛的成绩 公开赛的成绩 都是最拔尖的 也是非常有希望 再去击身主力层的队员 也是两个擦网 这样陈信彤是追到了九比八 陈萌这边应该是要暂停了 现在的主力是尽快的 你去不 該擰擰 該擰擰擰 都沒有擰擰 就是擺那個皮擇 讓它動動的 當然還沒重點 那你先 可以擰擰上去 她肯定擺著 我腳擦不擰 那你給攻得上去 還是攻得上去 那你把這邊脚都擺大了 好 暂停回来之后 现在陈梦9比8还领先一分 对于陈梦来说 肯定还是希望能够拿下第二局 打成1比1 如果这一局再被陈兴桐逆转 大比分一上来0比2落后 整个这个气势就会被对手压着打 漂亮 这一分回来之后 还是占据主动 发完球自己率先上手 随后衔接侧身 文玉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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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技術非常地男性化 王毅迪 加油 王毅迪 加油 某種程度上也是說明 其實陳姓彤的心態上 還是要更佔據優勢 心態比較鬆弛 所以她在出手的時候 並沒有加很多的保險 而是能夠充分地發力去發揮 追到了10比10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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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不是很好 還是很棒 中路短的 你們 好 哦 第二局的局末 我們兩個人一路是並駐必分 来到了十一平 这个有点可惜啊 连续两个都是 陈门的正手 出现失误 这样陈兴通 拿到第二局局点 十二比十一 还是发勾手 陈梦接发球直接出界了 这样十三比十一 陈兴通又是逆转了第二局 目前在大比分上 取得二比零的领先 前两局其实陈梦都还是有机会 包括一上来 都是自己先是占据领先 控制住了局面 但都是在局末阶段 出现了一些问题 包括第二局局末 正手有两个无畏失误 保护 保护 还就是你长久一点 侧心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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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你也爽了 你也爽了 對 你爽了 你爽了 正題進攻了 親愛的多數朋友們 讓我們賽賽場上的雙方運動員 一起加油為大阪祝賠好嗎 奧運熱身賽呢 其實本身就是一個 為了不斷發現問題的過程 通過對主力運動員不斷地磨力 不斷地這種錘鏈 錘打 讓他們更快地 能夠在真正奧運會到來之前 盡量地去暴露問題 其次呢就是慢慢地在這種 不斷地施壓的過程當中 去調整自己的狀態 慢慢地爬升 在奧運會到來的時候 把自己的狀態調到最佳 今天這場比賽 陳鋒面臨著和昨天一樣的局面 就是一上來連輸兩局 接下來第三局 對於陳鋒來說 是一個關鍵局 對球擺得不錯 一個側切 上手 還是正手出現了失誤 以後來連輸兩局降臨 漂亮啊 這球起板質量不高 我们看到世界冠军 也是曾经的大满馆得主 王楠 激发球也出现问题 这局的开局 陈梦遇到了一些挑战 你上来 0比5落后 今天正手始终没有照到感觉 如果今天的比赛当中 陈兴桐可以再次战胜 当成陈梦的话 将会在WTT大满馆参赛资格上 大大的加分 这样对于我们的非主领导员来说 既是一个这种激励 也是一种回馈 因为其实在中国队 备战奥运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一个整体一个集体 而他们也是幕后的英雄 这局稍微有点崩盘了 陈兴桐一上来打了一个8比0 1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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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 二 二 三 一 三 陈梦逐渐找到了一点感觉 这一局虽然分差比较大 但是陈梦还是要 需要尽量地在场上 去多赢几分 主要目的是为了下一局 去铺垫下一局 乒乓球比赛当中呢 讲究快赢慢输 即使输掉这一局 也不能输得节奏太快 稀里哗啦 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其实在速度上 完全被陈兴桐压制了 10比3 陈兴桐拿到第三局局点 发球抢攻 漂亮 这样11比3 陈兴桐干净利落 拿下第三局 目前大比分 3比0 不错 我看起来 没问题 我怎么看起来 没有问题 我相信在那边 我看起来 没有问题 我看起来 不错 我看起来 我看起来 是吧 死要活要也得要 對不對 你不行 你不行 你發生你晃晃累 你到中間站著發生 是吧 都有練 把那底板下手狠一點 是吧 不用拉那麼久 再狠一點 有點整 有點變好 一定要每個球都要 每個球都要 現在的朋友們 國踩321 大家一起加油 現在的朋友們 3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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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聲謀聲 其實通過我們的現場收音 大家應該能很清楚地聽到 李遜知道局間這一分鐘 給陳夢的這個場外的過程 講得也是非常地清晰 這個過程當中 練的就是人而不是球 其實從球的層面上來說 他說陳夢就是現在 這個世界最頂尖的女子選手 綜合實力最強 技戰術能力最完備 現在他唯一需要去突破的 就是在人的這個層面上 在精神狀態上 在抗壓能力上 如果真的當做奧運會來打的話 你現在對陳夢來說就是 破釜陳舟絕地求生的時候 已經0比3 沒有任何的退路 這一局我們也一起來看一下 陳夢的表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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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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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在场上没有太多这种计战术的调整和变化 就是一分一分地去扛 一分一分地去咬 一个球一个球地打 还不错 7比3 4 7 8 4 5 漂亮 漂亮 这一局陈进口反而显得稍微保守了一些 没有像上一局一样这种自己打得主动进攻 很多球都是防得比较多 有一点在跟着陈梦的节奏走 漂亮 陈梦拿到第四局的局点 发球抢攻反手一板过 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充分让我们看到了陈兴桐反手的实力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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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7 你再看一下 蹲了一下 这都当锻炼 出现这种情况 完了这个时候 还要怎么融入到比赛当中 有点突然变速 打的时候不要太勇气 看着突然变速 把整个把速度旋转 区别大一点 这种球 然后发球 他们发力章一下这种 节奏自己挑拥 发球就他 就他高手都好 把我特别的力 为了一枪多减 或者脱多减 就直接打双球 发球直接减减 就直接开球 所以他变的时候 然后变成中间照项 就在割下去 球没什么 没有那么复杂的球 主要是相聚的 这个 好 现场所有的乐部朋友们 首先我们对现场的小球龙 送上一点掌声 可以吗 你让我们在这场景 热情的场景和高呼声 对我们场上的双方 运动员一起加油 祝贵 欢迎 陈敬途 出色 浪王 好 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五局 目前大比分 陈敬途三比一领先 一 二 好 1 好 哈哈哈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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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鞤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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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相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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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这两个人都是 护台能力 还是非常强 漂亮 还是中路正手 陈梦正手转弓 两个人现在也是 看在相持当中 谁率先地打出变化 主要是这种落点上的变化 还有速度节奏上的变化 来 正手短 看受中路相持 漂亮 还是连续塞住 陈兴桐的这个中路的位置 正手短 看着中路相持 好球 这球揭发球摆的质量不高 出台了 承蒙直接一个大角度的抢攻 练得四分 七比三 好球 好球 1 2 3 特别拉一个高调 陈云桐的反手变化非常多 既有这种发力的爆甩 也有这种充分摩擦的高调球 确实反手能力很强 10比4 陈梦取点 这样是1比4 陈梦又轻松地扳回一局 目前大比分打成3比2 他该着急了 他该着急的时候 正好你一打 打得冰一冰再打 对吧 对 谁说你冰 有冰啊 怕一冰就冰 对 这一动就动不着木了 完了 完了以后你自己还是有点变化 有点变化 判斥 判斥 谁判斥 好多好多 大家还说着 谁都是这毛不老 都有这个过程 都有这个过程 所以慢慢地 自己犯点错误 这时候犯点错误没有问题 只要认知每一周要 这种转化通过这个自己 真的在这种赛场找到一些收获 这就很好 比赛应该这时候怎么打 出现问题以后应该怎么去呵护 怎么去不行我就熬一熬 熬一熬 我再翻回来再打 但是保持好心态 还是很自然的感觉 一熬七 全都 目前这场比赛 陈兴同在3比0领先的情况下 现在已经是被陈梦追回了两局 两个人现在打成3比2 接下来的第六局呢 也是整场比赛的一个关键局 尤其对于陈兴同来说 其实尽量要 这一局就要当作决胜局来打 如果让陈梦连追三局的话 进入到决胜局 其实场上的这个气势 就会更加地偏向陈梦这一边 好 第六局比赛开始 还是由画面上方的陈梦率先发球 ROCK 1 ROCK 1 OCK 2 ROCK PIT 这是一个运气球 滚了个死网 由于多牌相识 一 三 陈梦也换到中间来发 好球 还是反手 中路 正手 三个点变得很清晰 追 二 陈梦 加油 四 三 三 四 来 擦边了 第六局的开局阶段 两个人现在还是打成平手 一 二 转 快 6 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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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比4 陈迅童发球 正手位短 反手直接上手 好球 陈迅童这球发完之后 其实可以侧身啊 反手上手没有太多的威胁 反而让陈梦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好球 这回 想侧身了 其实陈梦也捕捉到了对手的这个 这个动态啊 变到正手 但这下反拉没有能够拉上 其实这应该是陈梦算住了的球 5 7 发墙 好球 陈兴童的这个反手啊 跟陈梦去打强强对抗 感觉今天陈梦这个脚啊可能是有伤 上一局的局间的时候好像跟 李准指导也提到了啊 不知道是不是撑了一下 医疗暖停 陈梦这边应该是要 这个申请看看能不能请求医疗暂停 嗯 这球反手移动完之后啊就 感觉应该是这个左小腿 有一点伤 在这里呢也为大家介绍一下在乒乓球比赛当中的这个医疗暂停 那其实可能和这个大家很熟悉的网球项目不一样 其实在乒乓球里其实不能是运动员或者教练员说我主动叫一个医疗暂停 运动员和教练员其实都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乒乓球没有这个说法 医疗暂停呢是只能出现在伤停的情况下 由裁判员向裁判长来报告 那么裁判长来这个判定伤情的时间 随后呢大会的医生尽快地处理伤势 处理短暂快速地处理之后运动员上场 但是整个过程不可以超过10分钟 夹起来 对吧 好晚 下一条起来有一堂水高 它是有点低的 它是太低了 下来球整个人 对吧 给它们压不住 然后丢板下去 转转 握上那个球 甩了一下 正中一个 对 有的时候掉的时候 就是在圈那个时候再过程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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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乒乓球比赛当中的运动员 因意外事件而暂时丧失比赛能力时 裁判长若认为中断比赛不至于给对方 带来不利 可允许中断比赛 但是时间尽量要多完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超过十分钟 对于陈锋来说 其实这场比赛的锻炼价值还是非常的大 今天无论是领先被逆转 还是落后再去追回比分 包括在场上突发伤病伤停的情况 各种情况都已经出现到了 只要今天陈锋没有太大的这种伤情的影响 我想对于真正的奥运会来说 都是一次比较完整的演练的过程 这次比赛的现场也是开放了观众 还是有很多的球迷朋友们来到山东危海 我们前来观看中国队这次奥运的热身赛 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一些成员 都是坐在了看台上 好 现在陈兴桐已经是进入到场地内 陈梦在接受短暂的治疗之后 也重新地回到球场上 就行出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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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场胜众分团 但是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通过对一的短暂的处理之后 陈梦重新地回到了场地上 继续完成这场比赛 目前还是陈梦发球5比8 大角度的调动 太厚了 这一分陈信彤发挥的 已经是相当好了 但我们看到 最后还是陈梦强大的 护台的能力 正手直接防了一个 大斜线的回头 确实是没办法 最后一分8比6 还是便正手给重复落点 再压回到反手 1 3 陈信彤再得一分 漂亮 连顶两板是打正手的重复落点 这时候打的也是对手的一个非常归球 打这种逆反的心理 往常变了正手之后都会去压回反手 所以这里陈梦是连顶两板正手 有点擦网还是给正手位 这个反手变线没有变上 这陈信彤是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连续三个赛点 挑打快速连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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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路短的 陈梦的揭发球失误 这样陈信彤4比2 再胜陈梦 拿下了今天这场比赛的胜利 我相信陈梦彤今天的比赛当中 一定也会发现很多问题 尽快地在剩下的十几天时间内 和教练组去沟通合作 尽快地调整